大家好 今天我看见一个老电工 他把电线的三叉头从根部剪断了这样接 我们看 他这样剪断了 剪断以后呢 剥开了 这里面有三根线 然后呢 他把地线 剥开了 把零线 也剥开了 他把这个 火线 剪断了 看 只留了零线和地线 然后呢 他把零线和地线拧到了一起 我们看 他拧到一起以后 这样接上了 用胶部给缠住了 用胶部给缠住了 这是干什么呀 这有什么用呢 所以呢 他拿了一个零孔插座 然后插到这个上面 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电工明白了 所以有很多的老电工 包里面都有这么一个三叉头 他把它短接到一起 为的就是他自己维修线路的时候 接线的时候 把它插到插座上 预防有人误送电 所以当他接线的时候 如果有人不知道 把电给送上了 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危险了 他有这么一个插头呢 他送不上电呢 因为零线和地线 他连在了一起 他一送电的话 马上就跳闸了 根本合不上闸 所以这个非常的安全 当老电工剪完以后 很多新手电工的 都觉得太适用了 太安全了 不然的话 在我们一个人接线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危险 好了 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的评论和观众 再见